专访赵星彤一直向丁俊辉学习 火箭对我帮助很大 日前24岁的赵星彤拿到2021年斯诺克英锦赛冠军 成为英锦赛历史上首位90后冠军 也是丁俊辉后第二位 捧起英锦赛冠军奖杯的中国选手 对中国台球来说 2021年无疑值得纪念 今年1月 云零后小将严炳涛成功问鼎斯诺克大师赛 如今赵星彤在英锦赛夺魁 向傲斯诺克三大赛的中国选手队伍壮大至三人 夺冠后不久 远在英国的赵星彤 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 谈及能够击败众多强敌夺冠 赵星彤自评主要是心态调整得非常好 即使内心紧张也能稳定发挥 打好每一赶球 从七八岁时开始练习斯诺克 到成长为英锦赛冠军 赵星彤言 既离不开丁俊辉等前辈的榜样作用 也要感谢中国台球协会的斯诺克青少年培养计划 展望未来的职业生涯 赵星彤表示会坚持进攻打法 弥补防守等短板 律征获得更多的冠军 激励更多的中国孩子 参与到斯诺克运动中来 新京报第七次参加英锦赛 终于拿到了冠军 这样的结果是不是意外之喜 新京报平时在英国的生活和训练状态是怎样的 第一次是我爸爸和他的朋友带我打 我就喜欢上了 新京报丁俊辉 傅家俊 梁文博等人都取得过不俗的成绩 他们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赵星彤正是因为中国台球协会 推出的斯诺克青少年培养计划 使得我在小时候就参加了很多比赛 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锻炼机会 让我意识到缺点和不足 得以在训练中提高和进步 从而来到英国成为职业球手 现在获得了英锦赛冠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